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白 還有身邊有個小混蛋 Eric 今天我拖了兩個晚男過來幫我手開箱 還要在室外開箱 不知道會不會很吵,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你們看TITLE都知道 我今天來開長版的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IG 就會知道我最近開始玩滑板 所以就特意做一塊比較強的版 事不宜遲,我們開箱 我這次的版是TRAVELO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滑板的人 可能只會懂得滑板城 但其實滑板城 個人覺得是偏貴的 希望滑板城不要看到這條片 這次的版是香港的品牌 就是TRAVELO 他們自己設計他們自己製造的版 TRAVELO是專門製造長版的 他們在台灣、日本、韓國都比較有名 在香港比較少人玩長版 可能香港沒什麼人認識 所以這次就拍影片跟大家說 他們的版都是專業版 由千多元到四千元的版都有 今次我選擇這塊版 44吋長 其實我是不是很懂得裝版 大家都知道我是新手 所以我叫老闆幫我上了一個屋子 那支架就由我親愛的Eric 小拔蛋過來幫我手上 不是,今次的支架是TRAVELO 最新出的 支架來說是很便宜的 它是四百多元而已 但它的質素已經好過很多五百元 一千多元的支架 而且它的支架只不過是870g 也算是很輕 你知道嗎?清清嗎? 是不是很輕 那支架介紹呢 就說它堅固不已彎 左右轉都可以很敏捷 回彈很快 Dancing和練招式 即是... 那叫什麼? FreeStyle 都很容易 我們是初學者來的 沒試到回去的版是怎樣 但都先組裝來玩了 是啊,順帶一提 這次我是買了鴛鴦的 鴛鴦鴦鴦蠻漂亮的 是啊 如果買鴛鴦鴦的話 就要一樣的尺寸 和一樣的彈性? 硬度? 總之要買一樣的型號 你找什麼刺大了? 是啊 刺沒有 三組輪序在這裏 它就有三組輪序 如果你磨蝕了就可以移進去繼續玩 它給我那塊東西好像不是這樣 即是Amin淘寶買回來送那塊 我有兩種的 因為中間這塊東西可以 這個是開啞器 這些位置撞到的話會蝕的 你塞進去領不到螺絲 就靠這個開啞啞 這裡有一點想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Air Air要向板裏面 要不然轉彎的時候左右會掉轉 靠我這個位置來噴電 總之是這個螺絲位上 我為什麼放不到 咦不對 我掉轉了 咦 影新的 對 下面錯誤示範 錯誤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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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錯我問他 上面 快板就組好了 那組完快板後要試什麼 左右硬度 怎樣試的 踩上去 如果太緊的話就不熟 怎樣感覺它的感 向南 向後 好硬 現在這樣做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那我們試玩吧 我自己本身那塊板呢 整塊都很硬啊 所以呢 我習慣了它之後呢 我上這一塊板呢 我會有點怕怕的 因為這塊板比較軟 而且它的支架是比較熱的 那我的支架是比較硬的 就是那塊膠是比較硬的 所以比較難硬 所以都對我來說會比較好平衡 就是這一塊對我來說是沒有那麼好平衡 我現在呢不知道做什麼 有沒有相機呢 它是開地啊 它放不到啊 我轉不到它Focus的模式 它不能Auto放 不能單點放 不能追蹤人面放 怎樣都是Outflow 現在好像好一點 可能拍了個人會好一點 但是 應該拍不到其他東西 長期Outflow 然後剛剛Eric試了那塊板 他說 你講吧 你講吧 你在旁邊講吧 指架可能嫁軟 用一用力就很容易 轉得很厲害 然後他剛剛試玩這個Calfing的時候 整個人飛了出去 是不是又要用時間去習慣一下 唉 好吧 那我現在先練一下吧 打擺 mi 我來改裝成囉 然後我先練一下 但你去鋪作小穴 繼續來工作 包括有去了 再多選擇 �ię 有 cej 打擺 今天就先練到這裡了 一會兒還要去打火鍋 相機真的不知為何不斷露露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有畫面用手機拍 或者有些地方露露了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事了 一會兒研究一下 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未訂閱我的話可以訂閱我 我遲些會再出影片 記得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那我是小文旦